喂 喂 孟爷爷您好 我是六号女嘉宾朱一轩 可以把电话转接给我父亲吗 六号爸爸 喂 喂 爸爸 是这样 就是我想请你帮我转达 就是我对男嘉宾的童年经历 感到非常遗憾 然后我也觉得他现在 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很优秀的人 就是我想 我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 好可爱 好可爱 他未来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话 他会怎样去调整 他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呢 对 好的 嗯 你带来的这个话题 让女嘉宾 就从恋爱直接谈到育儿了 我女儿呢 首先她对你这个 有点心善的童年 她表示慰问 慰问 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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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关键的是 你如何对待你的下一代 你做爸爸的时候 你怎么对待 我觉得我应该会像兄弟一样去对待他 对我不希望就是父子关系就是格局很太大了 我还是想像朋友一样 我很欣赏这种方式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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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